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螺絲的製造篇 那螺絲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 各位清楚嗎 如果你是對於加工有一定的一些了解的話 你可能會想像螺絲該不會是用車床車出來的 或者是我們是用螺絲弓或是玩具這類的工具 用手動把它弓出來 或者是用公牙機做出來的 那其實螺絲它的製程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當然我們運用剛剛所說的車床或是公牙機等等的 這些工具一樣可以做出螺絲 但是它的效率是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一般我們看到的螺絲呢 它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呢 等一下剖細一步一步讓大家知道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認識跟了解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我們要準備螺絲的素材 那素材一般分兩種 那第一種是圓磅材 那圓磅材一般我們是運用在比較大型的螺絲呢 會用到的 那這裡等一下後面有提到的時候 再來跟各位講一下 第二種呢 是我們比較常見的方式 就是一個鐵線捲的一個素材 那這個鐵線捲的素材呢 它的線徑有大有小 當然它的一些材質呢 有可能是高碳鋼、低碳鋼、中碳鋼都有可能 那一般呢我們會稱這個鐵線捲的素材呢 叫做盤圓 所以我們如果聽到盤圓呢 就是指這個螺絲的一個素材 當然有一些五金的零件也會運用這類的盤圓 那一般盤圓呢 我們買回來之後呢 會經過一些處理 我們可能要透過酸洗啊 把表面的一些氧化皮去除掉 再來呢我們就要做一些熱處理 像是球化的退火的熱處理呢 先把我們這個材料做一個改變 最後呢再來做深陷的動作 重新把這個線呢延伸過 再來呢我們就要看我們要做的螺絲 它的線徑需要多少 以及它的相關的一些參數呢 需要多少去做調整 那這方面呢就是屬於螺絲製造的一些專業 那這邊我們稍微提一下它主要的一些流程 它可能會做一些酸洗 去氧化皮 然後球化的退火 最後再做深陷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行螺絲 下一個步驟的一個製程喔 接下來呢螺絲就要進行打頭或是甲尾 那這個部分呢會分兩個部分 一個呢是冷打 一個是熱打 就是冷鍛照熱鍛照 那一般我們常見的螺絲呢都是以冷鍛照比較多的 那部分呢比較大型的螺絲呢它會用熱鍛照 它就是把我們的素材呢加熱到一定的溫度之後呢 再去做熱鍛的一個動作 把這個大型的螺絲呢的一個形狀先打出來 那這部分是屬於大型比較常會用到熱鍛照 那這裡我們來講冷鍛照 冷鍛照的部分呢我們剛剛的盤遠已經經過深陷了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把盤遠的材料呢 直接穿進我們的一個打頭機 就是我們在製作螺絲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打頭機呢它前端會有模具 幾模幾衝 就要看我們螺絲的製程呢它需要怎麼去做它 這裡畫面上示意假設是四個動作 我們做一個四模四衝這樣子 做出了四個形狀 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 快到我們可能用肉眼都沒有辦法清楚看出來 所以我們如果從這個地方我們就會發現說 螺絲它的製程其實是非常非常快的 一分鐘可能是很多很多的這樣子 當然這個要取決我們的打頭機啊 或是我們在製作螺絲的一些機器 它是怎麼去調整 那當然這個不一定 我們要看我們的螺絲的大小形狀都有可能 然後來看它的產能是多少 那最主要我們打出了頭之後呢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做到這個步驟 然後我們會看到螺絲呢 慢慢的成型被打出來 當然這部分螺紋是還沒有做的 因為螺紋還有另外一個製程 打完頭之後呢 那部分有一些螺絲呢 像是鑽尾螺絲 鑽尾螺絲的話 它就要做一個再做一個甲尾的動作 因為呢它的尾巴的地方會類似鑽頭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甲尾 把它夾出來 夾出這個形狀之後呢 一般這個地方呢 它會有一些余料 因為你做一個甲尾的動作之後呢 那這裡等一下再下一個製程呢 等一下再做一些牙的地方呢 會一起把它處理掉 那這裡呢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打頭跟甲尾它主要的一個製程是什麼龍 接下來呢 來介紹噴砂這個製程 那一般我們常見的小型的螺絲呢 是不太會做噴砂這個動作的 那為什麼會介紹呢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用大型的螺絲 我們在製作的時候呢 會用熱鍛造 那熱鍛造呢 它不是屬於一個精密的製造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熱鍛造出來我們的螺絲 它的表面呢 其實都是比較粗糙的 甚至是不美觀的 那這部分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運用噴砂 噴砂呢 我們從字面上就會看出 它是有一些殺力 然後去做對這個材料做撞擊的動作之後 或是滾動撞擊 產生說它的表面呢 被改變過 那最主要呢 就是 我們要去除它的表面的一些 可能是 不必要的雜質 或者是要讓我們表面呢 更光滑 或是更美觀 所以我們做噴砂的動作 噴砂呢 它又有分幾種 一般呢 我們常看到的可能是旋轉式的 或是滾動式的 這種都有 就要看我們噴砂場 它是什麼樣的設備 所以殺力其實它還是有分的 像是 我們如果噴砂的物件呢 是 不鏽鋼 或是一般鐵材質的 它用的殺力又會不一樣 那這部分就是屬於噴砂場的專業 那這裡呢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 我們如果去噴砂場 我們就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是有殺力的關係 所以 地面上呢 都是會比較滑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螺絲製成的一個重頭戲 那這裡呢 叫做斬牙 那這裡呢 也可以叫搓牙 那 台語呢 倫牙 等等呢 都是指同樣的一個步驟 那這個斬牙的動作 是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我們螺絲呢 最主要的螺紋 給弄出來 那這裡有人可能會好奇 那如果是至公牙呢 一樣的原理 至公牙的話 我們就是這個 牙板的模具呢 會不一樣 那這裡呢 大概給各位看一下就可以了 牙板的模具呢 一般我們的螺絲呢 我們把這個螺紋展開之後 它就是一個斜面 所以我們會看到 這部分的這個模具呢 會做這樣子 所以一般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 螺絲的一些機器呢 前端這個部分 是可以做替換的 所以這裡呢 會以一個自動化的方式 做斬牙的動作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看到 螺絲在做這個斬牙的時候呢 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快到可能你連肉眼都看不清楚 螺絲就已經做好了 那一般這裡呢 會用大量的一些油 來做一個這個斬牙的動作 那這部分呢 這樣子我們在製程會更方便 就好比說我們在公牙的時候 也會加一些潤滑油 這樣我們在公牙會比較順利的 當然這個製程中呢 它會有很多鐵屑 那這部分呢 讓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另外有一種呢 是屬於大型的 那大型的話 我們螺絲呢 就有可能是用車修的 當然斬牙這一部分 有一些呢 是用滾的 滾牙也是有的 有些大型的螺絲 會用這種做法 那這裡呢 稍微讓大家看一段小動畫 斬牙的意思就是類似這樣子 搓牙斬牙 都不是一樣的一個製程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想像 這個動作就好像我們 小時候我們在玩主蜻蜓 這個動作 做一個這樣搓的動作 這個動作做完之後 螺絲的螺牙就被做出來了 所以每一個動作 就做出一個螺牙 所以速度是這樣 非常非常快的 那這邊呢 讓大家了解一下這部分 接下來呢 我們做完了斬牙的牙紋部分之後呢 部分的螺絲呢 我們是會做熱處理的動作 因為部分呢 像是 鑽尾螺絲 或是一些 結構的一些螺絲呢 它會有強度的要求 所以強度要求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把我們螺絲 它本身的硬度提高 這時候我們就會用 熱處理 我們比較常聽到的 可能是生炭熱處理 之類的一個製程 那這裡螺絲呢 它會有分強度 像是8.8 或是 6.8 5.8 10.8 12.9 甚至更高等等的這類的 那這部分就屬於 螺絲把它區分的等級 抗拉強度的等級 那所以這部分各位 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最主要的用意在於說 螺絲部分是有強度的要求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製程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還要進行下一個步驟囉 那我們螺絲呢 做完了牙的部分 也做過熱處理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做 相關的一個測試 那一般呢 我們要做的測試 不外乎是 像是鑽尾螺絲 我們就要直接做 公牙測試 所以你公牙的材料呢 有可能是木頭 或是鐵板 都有可能 我們就來試一下 到底我們做出來的 鑽尾螺絲 有沒有辦法把它 供進材料裡面呢 以及說我們有一些 螺絲呢 有強度的要求 所以我們就要做一個硬度測試 打硬度 就是用硬度計 來量測一下 我們這個硬度值 到底在哪裡呢 以及說 部分呢 我們會把螺絲 做剖開的動作 剖開之後呢 我們放在顯微鏡底下 或是投影 來看一下我們 所做出來的螺牙 是不是正確的 是不是正確的規格 以及說 撞圍螺絲 我們有時候也會做這個動作 我們會去量測它這個點 到底是不是我們要的 因為 撞圍螺絲這個 角度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有關我們在工的時候的效率 或是它的一個 相關參數 就主要我們做這部分的測試呢 一般就是螺絲廠 我們會得到這些數據 來做一些製程 調整的參考 那這邊讓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我們的螺絲就要做表面處理 那表面處理它要分相當的多 那一般呢 我們可能會聽過 藍黑處理 電鍍處理 那電鍍的話又有分 你要電牙、電黑牙 或是鍍心、鍍若等等的 或者是電五彩 有各種的一些做法 那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因為 我們要配合的產品的關係呢 會做不同的一些電鍍層 不同的一個顏色 甚至說有一些是木螺絲 木螺丁的 它會做烤氣的處理 要做不同顏色 因為它要搭配家具 所以有一些顏色 可能有一些 限制上呢 我們用電鍍的方式 沒有辦法做得那麼漂亮 可能就會用烤氣的方式 當然這一部分呢 就是一些其他的專業 所以我們要想像一下 我們的表面處理最大的用意是什麼 第一個 絕對是防鏽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呢 螺絲它會鏽死掉 除非它是一個不鏽鋼的材質 那不鏽鋼也有分 我們一般 303、304的是 防鏽能力比較好 那如果是4開手的 440、420等等 防鏽能力就沒有那麼好 還是有可能會生鏽的 所以一般呢 我們的螺絲呢 做表面處理完之後呢 當然還是有可能有生鏽的疑慮 但是就是會減少我們 在這個環境下所生鏽的過程 所以我們做這個表面處理 然後再來就是 配合我們的產品 要讓我們的表面更美觀 那這主要呢 就是這個用意囉 接下來呢 我們做完螺絲之後 就要來做包裝的動作 那包裝的時候呢 我們一般呢 最常看到的呢 可能是 用重量的方式呢 來去算螺絲 到底有幾顆 因為我們這樣子呢 我們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總不會一顆一顆去數 有時候我們一整包呢 是100顆、200顆 如果用人工一顆一顆去數呢 是太慢了 我們可以透過 機器用自動化的 或者是呢 我們用人工 但是是使用重量的方式 因為有時候我們是 分小批量包裝 甚至是10顆賣 20顆賣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用重量的方式呢 會比較快速的 那這裡呢 我們會看到 螺絲呢 一整包一整包 來包裝之後呢 我們可能是國內的出貨 用紙箱貨車出貨 或者是用 國外出貨 一整個貨櫃去做出貨的 所以在這部分 我們就會看到 一般我們如果在 大一點的螺絲 假設是M6 M8 M10 或以上的 螺絲如果我們一整合在包裝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整個重量是非常重的 所以我們如果有仔細觀察 會發現 螺絲呢 尤其是螺絲廠 出廠的螺絲 在做這個包裝上呢 是有特別有做一些 補牆的 我們會看到 它的螺絲在包裝的盒子呢 強度是很好的 你可以 嘗試把它拿起來 做壓扁的動作 甚至你 踩到上面呢 它都不容易壓扁的 所以 這部分的螺絲呢 包裝上呢 也是有一些 小地方的細節 是有做一些 改善的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螺絲製造的過程篇 那講解完一整個螺絲一連貫的製程之後 各位對於螺絲的製造呢 有沒有更清楚一點的呢 是怎麼被做出來的 那如果有忘記 或還有不了解的 我們可以回到前面幾個章節 來做一些觀看跟學習 那其實呢 螺絲呢 我們這樣觀看下來之後 會發現 螺絲呢 它的製作的過程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是大量被製造 所以我們在一般 市面上比較常看到的螺絲呢 其實都 大同小異都是那幾種 因為呢 他們是屬於比較 大量型的 所以我們常見的那幾種呢 一般大部分的螺絲 都是會製作它的 那其實呢 我們如果有深入了解 會發現螺絲它的種類是 非常非常多 可能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多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螺絲會有很多 特殊場合的運用 我們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 類似 扭力螺絲 或是一些木螺絲 比較特殊的木螺絲 特別是木螺絲的 演變也是非常多的 或是自公雅那類的 所以我們市面上 沒有那麼常看到 但是呢 它在全世界各地 還是廣泛的被運用 所以呢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或是示意的 都是螺絲的小小的一部分 螺絲呢它的種類是 非常非常多 多到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想像的 那這裡呢 我讓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